关系里有一种感觉宛如慢性毒药 那就是落差感 不知道有多少人经历过这种转变 从一开始的适时回应 到后来的敷衍堂测 从一开始的为人大方 到后来的斤斤计较 从一开始的甜甜蜜蜜 到后来的矛盾激增 窝叉感的产生 源于基带与现实的失衡 很多女生对感情有一定的执着与渴望 却又在不经意间被现实打破 心中难免会自生出一种落差感 所以今天想来聊一聊 窝叉感变后 男人发生转变的原因 已从长字到短字 曾经有读者跟我说过 他与男友在一起三个月时 就已经分过两次手 原因是要求男友给结果和承诺 对方也觉得他情绪化 爱发脾气 爱逼迫自己做承诺 以及有女儿 提出过一次分手 但都是不超过一周 男生就会主动挽回 他以前相过亲 觉得找到真正合适的太难了 因为对方没有给他承诺 他有点患得患事 不知道应该是相处事实 还是果断拒绝 找下一个相亲对象 我能感受到女主患得患事的痛苦和纠结 但两人在一起短短三个月时间内 女主就因为要求结果和承诺 两人分手了两次 这体现了女主的贪念和情绪化 一次次的分手 会消耗对方的耐心和好感 让女主越来越被动 而且很显然男方不治女主这一套 比如男主也因为觉得女主情绪化 还发脾气 逼迫他做承诺 还有接受不了女主的女儿 也提了一次分手 一个人的情绪化 会让对方感觉就像大地经常闹地震一样 不安定 就算对方一开始想要长则 情绪化也会增加对方从长则变短则 或从长则到放弃的想法 所以在感情中要想顺遂平安幸福 一定要修正自己的贪念 调控自己的情绪 而从大方到小气 关系里有一个不得不讨论的话题 前 他扮演着敏感而微妙的角色 增加了情感关系的复杂性 曾经有读者跟我说过 他男友追他的时候对他特别好 他做梦都没想到会有一个人对自己这么好 女士一开始是不喜欢男生的 所以说话不怎么科技 有时候还会故意无理取闹 让对方至难而退 但对方每次都特别温柔地安抚他的情绪 他非常感动 觉得对方接受了他最糟糕的一面 在无形中产生了好感 慢慢就在一起了 刚在一起时 男生对他的好也没有变过 在他身上花费了二的钱 即便工资只有四 这导致女生越来越离不开对方 再后来男生变了 每次有矛盾吵架时 他都会特别凶 不管谁的错都需要女生去哄他 前几天因为一个快递的事 男人又闹起了矛盾 男生吼他 你老实说你爸妈都没有吼过你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有哪个男人会像我一样爱你呢 那天晚上他感到很寒心 就提了分手 并把联系方式都删掉了 后来男生打电话过来 逼他还钱 说完后又一直在某人间的聊天 见面上求原谅 金钱本质上是一种流动的能量 他蕴含着一种信息 什么钱能花什么钱不能花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比如两个人在交往之处 不应当说对方过分贵重的礼物 而过分贵重 取决于对方的经济能力 男生一个月才挣四千块 就让对方花两万 等于除了基本的赤注以外 对方把所有钱都花在女生身上了 这样的情况下 对方心态会平衡吗 包括现在网络上的论调 有些人会说 我宁可找一个只有两万块钱 但愿意把所有钱给我的人 也不要找一个有一百万 只给我十万的人 我不想论述这种想法是对还是错 只想告诉大家 对于对方的付出 不要只考虑对方的努力 还要考虑对方的代价 如果对方现在是一个一年 挣一百万的人 会来追这两万块钱吗 很大可能是不会的 当然 讲这段话不是让大家 一定要找一个年入百万的人 而是想跟大家说明一个道理 评价一个人的付出 既要考虑到对方的能力 也要知道所有的礼物 都暗中标着他的价格 三从甜蜜到矛盾激增 结婚 象征着爱情的深化和新的开始 但同时也意味着 无尽的争吵和矛盾 同样来自读者的故事 她和丈夫恋爱期间 感情一直很好 很少有争执和矛盾 男生对她也非常温柔体贴 经常会买礼物送给她 居然因为房子问题 两个人一度谈及了分手 因为她在没确定关系前 就和男生表达了 不和公婆住 要有婚房的诉求 对方也一直表示没问题 但她丈夫及家人 对买婚房这件事 一直反复拖延 她施压后 对方及家人 才承诺两年后就买房 婚后 在丈夫上班附近 租了间很小的房子 对方承担了大部分家务 但她发现 婚后很多事情 和恋爱时候是不一样的 婚前她丈夫说 她的工资用于个人开销就好 婚后丈夫发现 她的工资承担了房租 和水电煤后 就不剩什么了 就提出了 她的工资应该用于日常开销 最近两个人因为 这时又起了争执 这让她对未来感到很焦虑 婚后彼此的矛盾激增 生活质量直线下降 让她的心态出现了问题 结婚与谈恋爱 其实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生活 贪恋爱只需要面对浪漫 但婚后每天要面对的 是柴米油盐 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模式 所以彼此需要经历一个 正常的磨合过程 双方的生活质量 虽然在直线下降 但对方已经承担了大部分家务 就现在的男生而言 婚后能承担大部分家务 表现已经算不错 我们应该多多鼓励对方 而不是在这个方面挑剔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更多的时候还是要能看到 对方的付出 同时要一起对家庭创造贡献 比如现在两个人的收入是有限的 对方工资承担了房租水电之后 不剩什么了 如果个人工资还用于个人开销 两个人知什么呢 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人计划时间 承担大部分家务 又去努力做收入上的提升 不可能又要马而跑 又要马而不吃草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应该互相多一些体量 多一些包容 而且发生冲突是好事 冲突会看到彼此对待问题的方式方法 不同的文化 以及各自不同的个性 在这个过程中也会看到一种希望 真正的关系会在冲突磨合之后 浴火重生 两个人在一起 每一个阶段 也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 我们很难找到刚当好的相处模式 维持刚当好的距离 因为关系越紧密 个体的差异性暴露就越多越明显 就越容易产生分歧和摩擦 但真正的爱情 是两个懂得摸合的人 在一起取舍成长合作